匯豐銀行發佈的中國6月份 採購經理人指數為50.8 遠高於業內人士的預測 這是2014年這項指數 首次超過50 採購經理人指數超過50 意味著經濟擴張 低於50表明經濟衰退 新訂單的分類指數 更加令人鼓舞 達到51.8 這是過去15個月來的最快增速 中國採購經理人指數反彈 是在中國政府進行了幾輪 政策微調之後出現的 政策調整的目的是促進增長 但避免採取2009年的 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 香港國泰康利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官馬克·孔元認為 如果有必要 中國政府將採取進一步措施 我們確信政府有足夠的能力 支撐經濟出現短期增長 我們已經看到通過這些所謂的 微型刺激措施 經濟決策人在他們尋求 推動經濟增長方面已經達到目標 我認為通過這些措施 他們基本上能夠保持經濟增長 政策微調的一個例證 是人民幣匯率的變動 目前人民幣已經從2014年最高值 下扁了3% 這是過去20年來最大幅度的貶值 儘管出現了增長復蘇的跡象 但分析人士認為 中國經濟不會繼續保持 過去那種強勁的增速 中國官方公佈的 2014年GDP目標仍然是7.5% 業內人士的預測認為 這將是一個比較樂觀的估計 觀察人士的普遍共識認為 中國通過大規模投資 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 美國之音新聞報導